又來到Z世代大人的時間了 Samsung在香港時間2021年1月14日晚 發表了全新的Samsung Galaxy S21系列手機 包括Galaxy S21 Ultra 5G Galaxy S21 Plus 5G 和Galaxy S21 5G 現在就首先跟大家介紹下 S21 Plus 5G 和S21 5G Samsung Galaxy S21 5G 系列 配置了旗艦級的5nm製程處理器 香港版本相信會按傳統使用高通的Snapdragon 888 兩部手機都配置了8GB的記憶體 Galaxy S21 Plus 和Galaxy S21 分別採用了6.7吋和6.2吋的Dynamic AMOLED 2XFHD Galaxy S21 Plus 的Infinity O 全平面屏幕 解像度在數字上比上一代S20系列的QHD Plus低 不過相信在衡量過效果和電力的表現之後 這個決定不會太影響肉眼看到的效果 而由雙曲面屏幕玫瑰平面 反而令到外觀更加簡約和清新 機背的鏡頭位亦都用了各位加撞式的設計 我個人覺得整體的設計 起這幾年來講就算有新意了 Galaxy S21 Plus 和Galaxy S21的屏幕 導致援由48Hz到120Hz的刷新率自動調節 會按使用的程式需要改變屏幕的更新率 更強視角效果之餘 亦都照顧到電量的耐用程度 Samsung Galaxy S 系列一向都以拍攝為其中一個主打的功能 Galaxy S21 Plus 和Galaxy S21 都配置了三個包括1200萬像素廣角 1200萬像素超廣角 和6400萬像素的遠攝鏡頭 手機最高支援30倍Space Zoom 混合變焦功能 全新加入了Zoom Lock 技術 穩定30倍變焦時的畫面 亦都加入了導演模式 可以同時預覽三個鏡頭的拍攝畫面 另外Galaxy S21 Plus 和S21 前置1000萬像素的Infinity O 鏡頭 自拍效果理想 Galaxy S21 Plus 和Galaxy S21 支援最高8K每秒24格的影片拍攝功能 而且可以直接上載到YouTube發佈 亦都有8K攝錄高清截圖功能 在影片中直接夾將高達3300萬像素的高畫質相片 拍照和拍片以後就可以一剔過了 5G 已經是Galaxy S21系列的標準配置 不過相信5G 技術會比上一代成熟和穩定 兩部機亦都支援WiFi 6 但就不像Galaxy S21 Ultra 支援最新的WiFi 6E 技術 不過用起手機 WiFi 6 相信都已經相當優勝了 這次官方起網頁的Q&A 位 有提到S21系列將支援 eSIM 雖然上一代起發佈日都有提過 不過開賣版本一直都不見有這個功能 不知道這次會不會真的可以落實呢? 只有Galaxy S21 Plus 支援 UWB Ultra Wideband 技術 方便快速在手機之間傳送檔案和指向性感應等等 Galaxy S21 Plus 和 Galaxy S21 分別內置了4800 mAh 和 4000 mAh 的電量 支援有線和無線快充 相信絕對配合到日常生活的需要 S21系列的包裝將不會附送充電器 相信隨後會有更多的手機品牌跟隨 Galaxy S21 Plus 和 Galaxy S21 將會有幻影紙 幻影銀和幻影黑三款顏色 而 S21 會額外有幻影粉紅的顏色選擇 Galaxy S21 5G 8GB 加 128GB 版本 和 8GB 加 256GB 版本 賣價分別是港幣 5,898 和 6,298 而 Galaxy S21 Plus 5G 8GB 加 128GB 版本 和 8GB 加 256GB 版本 賣價分別是 7,598 和 7,998 港幣 即日起就開始預訂了 2021 年 1 月 29 號公開發售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Subscribe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 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說到這麼多 Bye Bye